歡迎來到馬克新疆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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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馬克 大家好 我是瑪莉 正在補妝的吳瑪莉女士 我們今天這個禮拜發下好雨 把這一代全部都回完 你覺得怎麼樣 大家可能看不到時間內容物 我是覺得有點難 而且我們現在只是在錄10分鐘 怎麼可能錄得完 請你現實一點好嗎 我說這個禮拜嘛 這個禮拜嘛 好不好好不好 大家寄信給我們 我們就收到很多信 然後遊戲性呢 我們可能都還在2020年這樣 有時候會有一些新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舊的Podcast 上面還可以聽到更舊的 這就是時間軸非常混亂的 馬克性箱馬性宇宙 歡迎你們把你們的人生記錄下來 留在這裡 有個數位數兜 就可以全部 就知道你在那一年 這個當下發生什麼事情 試過境遷之後回去聽 發現哎呦我當初怎麼這麼傻 哇我原來發生過這件事啊 來吧 一百元 我的零呢 哎 冒冒失失的 真以為自己夠長啊 哎呦 馬卡瑪麗我是潛水已久的浣熊 你們新竹簽書會那一天 那天我從桃園來找朋友 我的朋友也是你們的死忠教徒 總之結束愉快的一天要回桃園時 我不小心搭錯車了 對火車搭錯車了 火車搭錯搭到哪裡啊 我看到往內灣居然直接認為 是是往台北 想當然了 我就是回不了桃園了 去了內灣 一路搭到恆山才驚訣 事情不對 當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 不 幸好最後我朋友收留我 不然我可能會露宿街頭 這封信是他說 你一定要寫 當作我收留你的報答 哇 我覺得搭錯火車真的是有一點 好緊張哦 對啊 高鐵火車都是很恐怖耶 我不是說我的地理概念 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 就是東南西北 我會常常分不清楚 更不用說 就是反倒我都沒有人認真在看地圖 小時候去哪 我也從來不是自己搭車 我也不是會去什麼外地念書幹嘛的 所以我完全沒概念 我到現在只要看到南下或北上 我都會很惶恐 我永遠分不清楚哪個是要南下 哪個是要北上 南港 北吧 對啊 還有嗎 沒有啦高鐵最北就是南港站 沒有就是火車有些很難啊 火車很難耶 你說什麼七堵八堵跟基隆 那 你在哪裡啊 然後還有開高速公路啊 我也是會 你要去宜蘭 我想說宜蘭是南下還是北上 哦 我不知道耶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耶 我每次都是照導航走 什麼300公尺後往右 然後說宜蘭我要去哪 然後基隆是北吧 基隆是北 然後好像搭火車有時候 你是以為要往北下 可能你要搭車其實是要往南 然後拜拜 我就覺得那個 真的很複雜 在這邊呢 要謝謝我的朋友G 也謝謝教主教母 願意聽我的風 風響 奉上新台幣 100元 By the way 你們的書超棒圖 很可愛 總之呢 還有你們的開示 也是間接打通我的任督二脈 我最近呢也使用馬克提供的方法 重新審視我的人生 思考未來五年的人生目標 相信會往我自己的夢想努力前進的 謝謝馬克瑪莉 我這邊有幾封明信片 這個是阿雅嗎 還是阿珍 還是阿兵啊 我跟我家人到 阿兵 蘭嶼遊玩 你看看這蘭嶼 你看看這蘭嶼 這是一瓶的海岸線 你胡我沒去過啊 我看到你們去獵人解謎 好羨慕唷 封面是我唷 我自己批圖的 好酷哦 你們來蘭嶼一定要體驗水沸 海底下的世界就好像在聽馬克信箱一樣有趣 By the way 魚正面好醜 長這樣 他畫了一個魚的正面 好 要上船了 下次見這樣子 然後這邊還有一張 哇 這個很漂亮 你即將要去的 香港觀景台 就是晴朗的景色 哇 明信片圖上天際100晴朗照 實際上正在下雨 第一次來香港走路走到小腿 你知道香港啊 因為那時候我對香港的飯店 也完全不熟 那出發前呢 想說要找住哪邊 然後想說 就是直接在譬如說 覺得好像蠻新的價格不錯 原本差點就想說 真的是覺得地點OK 照片OK 我就要下訂了 後來就是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就想說 還是搜看大家的評價吧 Google一下 猛鬼飯店 真可怕 香港真多猛鬼飯店 哇 就讓我覺得很慌 而且它不是價格到很便宜 所以想訂 它就是蠻正常的 但是你就去搜尋 就發現就很多人說那間飯店 就是 最後都會說性檢核性 但是就是有這樣經驗的人 就是比較多 好的 然後呢 克萊爾想要祝此遲 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大家也都平安喜樂 這邊還有一張呢 是 我是因為圍靠被大力推薦入坑的 然後這個是來自於2024年耶 清水寺 好喜歡兩位主持人 以各式各樣的語調念信 也喜歡聽馬克分享人生觀點 或是直男想法 原本是想要在京都小旅行 是有寫信給你們 可是行程太倉促了 只好回台灣再寄 當初聽馬克分享京都 還有百靈果的Kent 分享京都美食 整個被燒到 親身體驗之後 我真的好愛京都喔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 之後再寫信分享 曲折的單向苦戀故事 但我必須說 現在我很快樂 很感恩每位在身邊的人 以及幫助過我的人 I'm awesome 來自於台北姑娘 Kony Kony 就是小泥子的泥 京都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不只外國人喜歡 這個外國人也不只是我們台灣人喜歡 包括我在那邊遇到超級多意大利人 法國人就是歐洲的人 然後還有很多 因為我在聽那個日文podcast 日文教學的podcast 有很多日文老師 他們也最後都選擇去京都定居這樣子 但可能京都就唯一不快樂 應該就只有京都人本身吧 真的耶 就不要再來了 對啊就是我們這個文化古都 然後現在有一大堆外國人 跟一大堆這個很嘈雜很煩雜 把我們的生活步調跟水準都弄亂了這樣子 說到日本這一封信是來自於日本那些背面 他還畫了我們兩個人的樣子 你看 很像耶 馬克馬力你們好嗎 算算聽馬克信箱 四年多了 時間過得好快 四年多了 今年七月我就累積在日本住八年了 當初來打工度假時 我也沒有想過後來我就繼續在這邊工作了 一個人在國外什麼都要靠自己 沒家人在身邊 但也因為這樣子 有了很多跟自己對話分析跟思考的機會 尤其這幾年常想起小時候 還有求學時期的事情 小學有一次 爸爸在車上問我數學 我答不出來 爸爸對我吼 以後每次上車我都要問 問到你會為止 你數學不會我就問到你會 當時的我一路哭回家 還有很多次又吼又罵 讓我越來越沒有自信心 唯一有自信的時候是去學鋼琴 國中參加國樂團 高中在管樂社的時候 我很喜歡音樂 國中高中大學 我都想考音樂系 但媽媽並不支持 高中管樂社 我是首席啊 在音樂會時收到一束獻花 回家後暫時放在鞋櫃上 我媽就問我說 你那要放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丟 我不知道這些是我的創傷嗎 它並不是一次性很大的事件 比較像是一層一層累積出來的 我也沒有被壓垮 我只知道開始在日本生活時 很緊張很害怕 但現在開始會期待以後的事了 每年回台灣 越來越能感受什麼是靜香情雀 看爸媽一年一年的老 也會覺得 我都沒有陪他們身邊覺得很罪惡 雖然我妹妹跟男朋友都說 你不要這樣想 我也知道我要認真過生活 那我會繼續努力往前看的 來自於 時間速速速飛很快的 速 他的PS寫 芝麻湯圓加一 哼 這一封 一樣來自於 JAPAN 嘿嘿嘿 我是因為被疫情 然後被迫跟一個 狡黄的什麼人 共度10天隔離的時光 在2022年8月被成功推坑的 狡臭奈奈 嗯 呃 狡黄狗 我先推薦一下他的圖文IG賬號 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女人 叫做Fishman la la la底線 Fishman就是漁夫嘛 漁夫啦啦啦啦底線 每個月都會發主題桌布 身為腦粉的我 當然是無腦換起來 其實去年在日本交換一年的時候 就好想寫明信片給你們 也很謝謝你們在空中用聲音陪伴我 度過好多好多脆弱的時光哦 我是一個很不會獨處的焦慮人 嚴重時光是躺著就用光了所有的力氣 但自從遇見你們 點開馬信成為喚醒自己的原動力 我開始能自己起床拔影眼 哇 哇 這個對眼睛不好吧 太扯了吧 哇 整理房間 是你們讓我學會獨處 分班的第一天就一拍即合的朋友 也想跟阿黃狗說 哈 想不大會用這個逆稱版女人 你有看到標題寫蕭敬騰吃鼻涕嗎 哈這是什麼什麼 反正他就是在他的眼 是鼻涕流下來然後就 可是那個狀況很像吃到鼻涕耶 我覺得標題看起來太可怕 跟他那個照片有一根那個線 我就不敢點進去看 所以你沒有知道 你可不可以點你還是沒有點 沒有點 你有點嗎 我根本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OK好請繼續 不論是一起在腹中的時光 一起確診每天被我吵死的時候 又或是2023年在東京走跳西布亞 一晚被五十組人搭訕 一起泡裸湯一起打呼的時光 都是我好珍貴的回憶唷 一路走來有你在 就沒有什麼難倒我們的 一起普通共到80歲吧 以後還是要記得來東京找我玩唷 我也會努力在海的另一端好好努力 不讓你擔心的 最後要跟自己說 這段時期是最辛苦 同時最能成長的時候 但二三年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的穩定和平靜的喜悅 你已經成長很多了唷 怨這封信被念叨的時候 我已經在喜歡的公司上班 用最喜歡的日文養活自己了 大好き 謝謝一路走來的你 也謝謝念叨著的你們 好的 感謝你 小臭奶奶 怎樣今天還要繼續嗎 當然 這邊有1234567 七枚明信片 有一個來自於仙台的 我是新竹野內風 相比青春年年時期 這幾年你們已經不狂亂 然而這就是你們往前了 你們並沒有活在過去 期許我跟你們一起在未來日子 我只能往前 也期許馬克跟我在各自的領域 往超巨邁進 超巨啊 哇 來自於仙台的新竹野內風 還有幾個 這個是 這是一個單曲是不是啊 而且他故意做反的 這樣你在自拍的時候就是真的 親愛的馬克馬莉 請問你們都怎麼給自己肯定呢 發現自己很多的情緒是來自於 我想要證明什麼 我想別人喜歡我 但這些default思考方式 常常是把決定權交到別人手上 請問我要如何拿回我的決定權 你都已經知道了 你都注意到了 對啊 你就是可以拿回來啊 對啊 每次在你想要證明自己的時候 你就說 我到底在向誰證明些什麼呢 對啊 我為什麼要在乎你呢 為什麼要在乎別人呢 你每一次都可以跟自己自我喊話 每次都說 我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可能你把這一句話 可能變成一個咒語或是幹嘛的 用一些你喜歡的句子的排列方式吧 比如說最簡單就是 我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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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三次 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較 比較詩意的 比較哲學的 比較什麼的 那種句子你把它記下來 然後把它當作咒語 就像去去武器走一樣 就是咒語 咒語是這樣使用的 但我覺得有時候好像想要證明什麼 就是那個也是 可以是對自己的 有時候我也是這樣想 就是想要確定自己的能力在哪的時候 好像也是自己跟自己證明 就是我想要知道 我可以辦得到哪邊 好像就是比如說 做不做到這件事情 你說像是之前主持紅潭那樣子嗎 或是很多事情 就是我能不能持續做一件事情 我能不能在這個事件上努力 像之前畫畫畫了一整年這樣子 然後最近就是 關於五點後不吃澱粉比較難 這個也是一個挑戰 對他持續了一個禮拜 可是他太容易因為一些事情 破功 對自己很寬容 破防 對啊 大破防 破到爆 然後你就發現自己對自己的寬容度好像有點太好 或是什麼 你可以意識到自己的軟弱 跟你有多好被講話 那也是認識自己的方式 就是你會注意到 你終於會知道心智是一個什麼東西 它會創造出很多藉口說 哎呀今天太累了 哎呀今天這也不是我想要的 哎呀今天是另外一半想 你要把氣氛搞砸嗎 對對對對對 現在不是你們兩個 現在是一群人了 你還要當那個嗎 就是大家也那麼希望就是一起歡樂 你要當那個 跳出來說no no no那個嗎這樣子 那就是沒有原則 就是我覺得想要證明自己 不需要把它想那麼絕對 好像說我不要這樣子的活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可以幫助你認識自己的好方式 這其實就是我們去年在做那個馬力挑戰 就是挑戰 當然你可以說 怎麼有些這個挑戰好奇怪 或者好好笑好搞笑 可是我覺得持續的挑戰那就是一個 對有點像你剛剛那個 那個不像 我不覺得是證明自己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直在挑戰自己 就是看自己 對就是想試試看 對然後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幫助認識自己的方式 嗨Marcy 我是在上班偷時間的鹹酥雞膠炎 整理抽屜時發現 怎麼有這個我學生時從北京到來的明信片 寫信給你們好了 我想分享 2024年3月 我第一次跟了你們髮基因的團 很好用耶 敬請期待 9月份髮基因要開團了 還有就是最近我在糾結 要不要一個人沖一發素霧獨履 因為我怕素霧女生有點危險 你說你自己去這樣 可是又覺得好像可以嘗試看看 好難決定喔 總之希望從素霧寄明信片給你們囉 By the way 瑪莉最近代言的B5染膏真的很好用 其實我沒有代言 我們兩個嚴格來說 我們現在一個代言都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代言過任何東西 從來沒有 都是合作分享這樣子 但是B5真的好用 謝謝你 這個人是誰 Marcy 6月10號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飛到了北海道 我去了札幌 韓館 小尊 六天五夜很開心 這什麼西瓜君喔 這個叫做札幌電視台的老爹 老爹明信片給你們 好的 謝謝你 來自於板橋的七七 下面一張 下面一位 Green Island 哈囉 我叫傑 這是我用自潛方式 下潛到海底油桶 親自投入寄給你們的 好厲害喔 我想把這個經歷送給你們 這一次是2023年的10月 我來綠島 來之前還碰到那個小犬颱風 很害怕這一天會搞砸 為了好天氣 我還做了民宿的撇步 燒烏龜 起手好天氣 我足足畫了七張烏龜 走向太陽公公的圖 我這是今年才知道的事情 對 出發前一天我就用火燒掉 果然天氣很好 水很清 我還看到一隻海龜 很開心 來自於傑 還有這個是包大山的明信片 是柯柯 他說歡迎來台南 我織了兩隻金雞送給你們 祝你們新書搭配 超級賴 謝謝 謝謝柯柯 謝謝 然後祝那個金雞 讓你們所有開團的東西 業績都無敵 謝謝耶 好 最後一個是 Snoopy的明信片 很Q欸 馬科馬你好 我是來自於台中的 阿莉莎 謝謝你們陪我 國中至今的黃金歲月 我時時在想 要如何成為跟兩位一樣優秀的人呢 最近我面臨了世界上的分歧點 超級苦惱的 所幸有兩位聚助的陪伴 聚助 是我們的書嗎 能解我一絲憂愁 祝福兩位一切安好 歡迎你們來台中玩 讓中部的點友好好招待你們 來自於阿莉莎 烏馬茶六吃爆 烏馬茶六真的感覺很讚耶 好 不知道你的抉擇 是如何呢 希望你一切順利 我收到了美金 哇賽 兩位林肯總統 你的信很長耶 我是新教徒Tina 在美國讀博班 最近聽到你們節目有點相見恨晚 但是 那就表示我有很多庫存可以聽啊 很開心 原本我每天做實驗做到很厌世 現在一邊聽你們Podcast就不無聊了 有時候還會憋笑到手抖 差點把那個試劑給噴出去 謝謝你們陪伴啦 也謝謝你們成為我們的樹洞啊 出國之前啊 想像中的留學生活 多彩多姿 光鮮亮麗 實際上有點孤單 離開了本來就不多的朋友 然後跟這邊的人 就隔著一層的語言跟文化的隔阂 一直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第一年還算順利 就算一個人就是努力的修課做研究嘛 日子穩穩的前進 可是第二年的時候 COVID來了 那個時候美國不像台灣有政府及時介入 所以一片混亂 你要在家隔離 你又買不到口罩 防疫的措施又被抗議是侵害自由 亞洲人會被罵是病毒代言者 學校也要求各個實驗室要分流 大家是輪流做實驗 所以我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會有data 讓資格考在籍的我非常焦慮 偏偏這個時候 我發現我們的實驗署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導致我 你剛剛是啪音實驗室 講成實驗署 還是實驗的老鼠 實驗老鼠 導致一年多來的心血 幾乎要砍掉重練 要修正他需要花好幾個月的時間 可是我的資格考要開電窗怎麼辦 而且當時指導教授的父親癌症病危了 他也沒有心力幫我 我還必須要平白犧牲掉上百隻老鼠的生命 這樣的罪惡感 我至今仍然被啃食著 我想我以後毫無懸念的會下地獄吧 另一方面我的研究題目是承接一位學姐的研究 這表示她的研究也有同樣的問題 可是學姐跟她的教授就隨隨便便修正數據 就要發表了 好啦我知道這不關我的事 可是當時的我可能有點道德潔癖吧 我覺得老闆你怎麼可以這樣網顧科學倫理跟學術誠信 我開始對她產生了不信任感 加上她又以疫情經費縮減為理由 苛扣了部分的研究員跟學生的薪水 實驗室的氛圍很差 每天大家都在抱怨 還有很多爛事 反正現在回想起來 那些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事 可是當時我覺得很煩 對這事情過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其實也不是什麼事 但當下就卡住了 對 那一陣子的我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一直以來的努力有什麼用 就這樣掉進了黑暗的漩渦當中 有時候我會茫然的發呆一整天 直到晚上台灣的家人起床了 我打電話給他們 但我也只是一直哭 他們會勸我出去走走 可是走在路上 就連看著路旁的樹都想哭 浮現的都是自己在樹上上吊的畫面 Oh my god 或是想著實驗室裡面有哪些藥品 可以讓我比較不痛苦的死去 現在想起來都覺得 哇那時候的我好可怕喔 我開始意識到我需要幫助 所以我就求助學校心理諮商 很幸運的 遇到了也是從台灣來的諮商師 幫助我很多 但我最後還是休學回台灣 回台灣之後 我情緒還是很低落 因為你把課業放在那邊 我覺得一定會有很多的不開心 覺得自己很沒用 我乾脆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算了 有幾次跟父母提到想去看身心科 媽媽總是會再講一次 她研究所時得憂鬱症的故事 然後說 我那個時候都吃不下 睡不好 我看你都還能正常吃啊 睡啊 就表示沒什麼了 你啊 就是從小太順遂才會這樣 來了 我當時很失望 還以為有相似的經歷 她可以理解我 在我情緒崩潰的時候 爸爸也會說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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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相信一切有盡頭 被發現了 被搶先搶答了 我覺得你太脆弱了 你要堅強一點 其實我都知道他們出於好意了 想要我從挫折中成長 可是那個時候我陷入了自我懷疑 原來 只是我的無病呻吟嗎 原來 是因為我很沒有用嗎 誰也無法真正理解誰 那些黑暗的念頭 我也沒有辦法說出口 後來 我學會了壓抑這些情緒 我自己去看身心科去吃藥 然後找了一份輕鬆的工作 雖然心水很低啦 就這樣渾渾餓餓過了兩年 一直到以前大學教授 從同學那邊聽說了我的狀況 打電話來 鼓勵我 教授對你好好喔 真的耶 他是不是對你的印象深刻啊 這個 哇 我現在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個教授 然後 我之前不知道在哪一個 哪一個 場合中遇到他 你大學教授 大學的時候 然後他其實也算是學長 那個時候 我們算是他教的可能第一第二屆吧 他剛回來時候接的 然後 他那時候看到我 然後說 喔 我沒想到 你會這麼有成就啊 嗯 他用的是這一句話 他用的是 沒想到 沒想到 混 就是你會混得這麼好啊 然後我心裡面就有一點 你演大學的 你是上校課很皮還是 沒有皮啊 就是也沒去 呃會去啊 嗯 也會去啊 用一種很想革命的眼神看著他說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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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怎麼對你會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 呃 老師應該會對他第一年第二年代的學生 比較有點印象吧 就是可是班上那麼多人 怎麼會特別記得你 哦 這我就不知道了 嗯 那這個要怎麼回 哦我那時候就是笑笑啊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直知道他想要求個一官半職啊 嗯 可是一直沒有 機會 就是沒有上位 就是拿到那個職位也不是一個這麼很厲害 就是還沒有到那種什麼部長級的那種 對啊 所以應該內內在也是有些糾解 沒想到你啊 對啊 然後這個教授呢還幫我找到了新的指導教授 然後我就下定決心要重新復學了 非常感謝老師跟那個大嘴巴同學 還有願意陪伴我這樣的朋友 and你們都是我人生中的貴人 再次飛美國 一開始呢是抱持著能好好活著 可以畢業不要太勉強的心態 但這次很幸運 跟一些台灣學生成了朋友 我永遠記得我們那天一起攀岩 一起吃烤肉 是我這幾年來第一次發自內心的感到快樂 第一次覺得活著不是只有痛苦而已 慢慢的我就把生活拼湊了回來 走在路上會開始欣賞漂亮的小花 然後在一年後順利完成資格考了 正當我以為生活回到軌道上的時候 妹妹突然傳訊息要我沒事打電話回家吧 因為媽媽最近心情不好 但電話裡面媽媽也不多說什麼 只說有些慢性病啊 高血糖高血壓收腳無力啊 有看醫生吃藥啦 到了聖誕假期回台灣才意識到 哇事情比我想的嚴重 那些慢性病是可以吃藥的 可是媽媽變得有一點點綠病症 綠病症 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是病 所以會一直想要去看醫生 哪邊都不對 那個叫綠病症 不管看再多的醫生做再多的檢查都無法安心 甚至連我嘴巴破了 我長痘痘了 都懷疑 出事了啦 一定有很嚴重的病 所以我嘴巴才會破 變得有點強迫症跟潔癖 常常待在廁所裡面過度清潔牙齒 或是一直看鏡子 看臉上是不是都多長了什麼東西 原本是女強人的媽媽變得很負面 沉默寡言 吃飯面對面食也不說話 就是陷在自己的焦慮當中 我突然理解了為什麼 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我 因為現在我也無法理解媽媽為什麼會這樣 雖然爸爸還是保持樂觀 不斷安撫焦慮的媽媽 可是看得出來她也是心力焦脆 我面對這樣陌生的家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能強裝鎮定的要媽媽聽醫生的話 乖乖吃藥就好 不要想東想西 但心底那股無力感好像又回來了 短短一週後假期就結束了 一年後才能再回台灣 有時候看著家裡的LINE群組 會有一種旁觀者的感覺 彷彿他們是離我很遠的人事物 我想打電話回家 也不知道說什麼就算了 也許是害怕承接不住那些負能量吧 下意識的就想要逃走 我真的好不孝 希望念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已經回台灣了 希望那時候自己有多美美家人 願在外的遊子一切平安順利 謝謝你們的陪伴來自於Tina 這什麼時候來信啊 2024年的6月11號 很新耶 你們太快念到我了 我還不能回台灣 你們聽到以後又加深了我 沒有辦法回台灣的焦慮 我真是個不孝的女兒 你先專注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專注在自己身上好嗎 對啊 媽媽的焦慮不是你可以解決的問題 對不是你很控制的 反而是媽媽每次都在分享她研究所的憂鬱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你在憂鬱嘛 所以你感覺不到媽媽為什麼要講這些 你可能就會直接把它導向說 媽媽只是要我好起來 媽媽要我堅強起來 但另外一種想法是媽媽也在求救啊 每個人有每個人課題就是這樣 沒錯沒錯 而且每個人都只有在當下的時候都會覺得 怎麼沒有人理解我 我不想聽這個 我不想聽加油 我不想聽一切會好起來 可是你經歷過了 你還是對媽媽說不要想東想西 對啊 我覺得是有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能夠確定能夠做的 就是好好過好你現在的生活 沒錯 其他一切都是多想也無意 你只會讓自己就是更睡不著 跟心情不好而已 沒錯 好的希望大家都睡得好吃得好 然後如果你有 睡不好的症狀出現 然後可能持續好幾天都睡不太好 睡不太著的話 這是一個身體給你的警訊 你可以好好的往內看去想想 哪裡出了問題呢 或是去找醫生或是找智商師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睡好 今天的結尾一樣 按照觀念跟大家說一聲 你愛大家 我愛大家 所以以後我愛大家變成 會取代You're awesome嗎 不知道你操作看看 哈哈 哈哈 哈哈